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晚出身二人传世家的谢建林 对阵自用学习二人传的董娇娇 帅哥对阵美女谁能胜出 名师高途待会儿见 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二人传总动员特别播出季 大型二人传励志传承竞技类节目 名师高途我是公海 今晚我们将进行的是 由赵小波老师所率领的 秋波战队队底考核 那么接下来赵小波老师 会派出对中的哪两组选手 继续考核呢 谢建民 董娇娇 来 给咱们上场 你都帮我人超红的 我找他找你 出师《暗门传世家》的谢建民 在首轮队内考核中 女官名队共同获得赵小波老师的双选 携手进入终极考核 都是正位观点的演员 而且都是民间的高手 双选 自由学习《暗门传》的董娇娇 在首轮队内考核中 凭借身后《暗门传》功力 非常强 天长不见我一见 我傻了 自投自尾都给他 给他摇好 就浑身这个劲儿 跟着你情绪在帮着你 你一旦散了我们 我是一个非常恨复的演员 我必须向老师指导的演员 打住 谢宁呢 他也会表现到自己 我特别想 我感觉 我们这次要比上次好得多的多 好像比我美 特别美 上次感冒好多 就是 撒一点就是 像今天撒好了 《暗门传》 《暗门传》 肯定会有那么一点点 冠冠越是菲文男友了 他是没早遇上我 早遇上我 那就得成我的菲文男友 有时候舞台上 你越是谁 这冠冠越来了 我也不怕 你不能给他留药 不能给他留药 秋波战盾 终极考核 谢建民动娇娇 谢民 我再交给你 建民加油 你不用给我建民 那叫啥呀 你就叫谢建民 不用叫建民啊 建民加油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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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哭得 上方身心 也 动掉希望啊 只哭得海底龙 西黄东摇摆 只哭得日黄大帝 坐不住那灵消殿 只哭得这王母娘娘 懒得送盘套 且也不然包香也 哭得如酒色 哦夫人上前 参起黑莲包啊 啊 啊 嘴上香烟 莫悲痛啊 嫂嫂她七十三岁 也算福手高 包夫人来把花名 尊生香也拟识听 嫂嫂她一死 怎样来发送啊 都叫何人来陪领啊 小爷呀 花送我的儿桑 我都着笼中啊 就算是请家荡产 我也不心疼啊 我请来满朝 为我到来的翱翔 八大朝臣就来陪领 初陵的古月 我顾上两坨 然后我再顾上两旁径啊 在东庙我找来一个老道 前来做法呀 在西苗我找来一个和尚 又来年轻 在大街我找来了 地围着老花江啊 扎一头纸牛 要西宫啊 扎上了三间的八方 东南下凉的养老 听上了一七二七 三七正啊 二十一天在七零 把二嫂送植在包家的老份上 给我的二嫂深深地挖了一个坑 收下收到三年满 包家的家铺天上 扫扫的名字 名叫那黄黄的 请选手交换位置 上抖音看视频 精彩正系想不停 本节目由抖音APP冠名播出 快和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玩起来 让你回到小孩的样子 像宝宝一样可爱 赶快拿起手机 扫门节目当中的二维码 下载抖音APP 一起玩转宝宝特效 请选手 我一见丈夫 不把我来扔那城市 带您走 齐乔连 收了着 护名的 小孩儿们 归在府的面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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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iki 到这里 没 nep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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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起来呀 曾记得理性的时候 去把你来搜 少拉着儿女 把你送到村外边 谁料想一走去年 没回家庄 你才知道湖光剧照 你都黄年了 生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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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睁睁 草堂上 饿死了 三家一双 二老啊 我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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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 难回了 你起起小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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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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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好了 啊 eh 了 我不 tv 甚至 围棋的青丝啊 剪下来拜遍啊 我路人见此轻敬 都落上戏了呀 那香油 而啊 不痛一夜 酸奶 不爱 不爱 要有我那狠心的照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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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到就是二人专特别有希望 娇娇嗓子很给力 今天表现得很充分 但是不要恨劲来唱 你恨劲感觉不好 建民嘛 一直特别喜欢他的唱腔 今天嗓子不是那么很给力 娇娇今天表现得充分了一些 嗯 我的选择建议小波老师还是留下娇娇 好 谢谢唐老师 感谢 最后 王老师 您有怎样的建议 建民 第一可能是 确实嗓子有点沙哑 然后我感觉说你这个镜头上插了一些 我们娇娇的声音特别好听 就是你的声音像你的名字一样 很娇声很娇气 特别好 今天从发挥角度来讲的话 还是娇娇略胜一场 留下董娇娇 谢谢唐老师 谢谢 好了 张老师说一说 我想问建民啊 你这嗓子是不是有点问题 昨天是 没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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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好觉 建民昨天在指导现场吧 嗯 真的声音非常好 除了非常好 而且建民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男演员 无论是从表演上来讲 从唱腔上来讲 在作戏上来讲 真的很棒的 但是这次我建民又咋的了呢 哈哈哈哈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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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我们去进一节纠结就不得了 今天焦点呢 发挥的很不错 嗯 你这个掉门是有比昨天高了 涨掉了 是啊 你为什么要涨掉啊 因为我觉得我 我好像能 昨天那有点低 高了还不好吗 不行 焦焦你没感觉 今天你唱戏非常吃力吗 你高腔一下子 马上就下来了 你知道断牙式的 所以说你今天这掉门定的高 你你嗓子 如果说一点点的不舒服 你本来你这段吧 昨天真的很好听 我说今天这都嗓的了你今天 哎呀我真的很 好像都和你理想的那个标准 不一样对啊都有 哎呀你们两个今天都有所下词 你说你让我选我 哎呀我这又有难度了 因为他们两个真的 都 你说这选手在场上 发挥不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这确实是一个挺让人 闹死你这事啊张老师 真的很很 哎呀我又纠结了你初创 哈哈哈哈 那我选择的是 张老师选择留下的是哪一组呢 谢谢你 哎呀水平都差不多啊 啥都差不多啊 你俩压嗓子今天都有点儿压 哎 谢谢你 来 赶紧一下 谢谢 每个人在自己比赛的时候 越是高手 越是高手 越对自己充满自信 我觉得你也是这样 是的 但是有的时候自信 会成为自己竞技的理由 也可能是 刚刚老师为你纠结的原因 感谢老师对我的栽培 这么多天一直非常特别细细 然后告诉我哪个唱腔啊 哪个手势啊什么的 感谢老师 老师你辛苦了 谢谢 如果下一季的比赛 不需要呀 那个时候来的话 如果几位老师也都被你打开了这个 试门的话 你那个时候选择 要加入哪个战队呢 那肯定还是我老师呀 肯定不会变成你 好吧 我帮你们的老师 呼茂一下 抱个边 谢谢 我特别喜欢你 加油啊 我们会记住 临时高途舞台上 这道亮丽的风景线 以希望董娇娇不忘初心 在二人转的道路上 坚定前行 下周秋波战队 队内终极考核继续 官邻院议阵城里面 谁能胜出 临时高途精彩继续 下周秋波战